在生肖文化中 属兔的人通常被视为温和 善良 聪明的代表 他们如同温顺的兔子 总是以柔和的态度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 而当属兔人恰巧出生于某些特定的月份时 他们的命运更是如同被复兴高照 能够一生少灾少难 享福不尽 那么 到底是哪四个月出生的属兔人如此幸运呢 接下来 让我们一同探寻 这三个月出生的属兔人一生的幸福与顺遂 属兔人出生在这三个月最好 一、正月新春 福运初开 正月是新年的一世 万物复苏 福运初开 属兔人若生于这个月份 仿佛是命运的宠儿 从一出生就带着新春的福运 他们天生具备温和 善良的性格 善于与人相处 能够赢得他人的喜爱和信任 正月出生的属兔人 聪明伶俐 富有创造力 能够在学业和事业上取得不俗的成绩 他们的一生中 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 都能得到他人的支持和帮助 享受着福运的眷顾 二、四月花开 富贵自来 四月是春远花开的季节 万物复苏 生机勃勃 属兔人若生于这个月份 如同盛开的花朵一般 富贵自来 他们天生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能够准确把握给予 为自己的人生赢得更多的成功和幸福 四月出生的属兔人 还善于经营人际关系 能够与各种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为自己的人生赢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他们的一生中 无论是财富还是地位 都能达到令人羡慕的高度 三、七月流火 福责深厚 七月虽然酷暑难耐 但对于属兔的人来说 却是一个福责深厚的月份 在这个月份出生的属兔人 天生具备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决心 能够在困难和挑战面前 保持冷静和坚定 他们善于规划和管理自己的人生 能够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七月出生的属兔人 还注重家庭和亲情 孝顺父母 关爱家人 能够营造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 他们的一生中 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 都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和赞誉 享受着无尽的幸福与安康 正月 四月和七月出生的属兔人 因其独特的性格和运势 能够在一生中少灾少难 享福不尽 然而 我们也要明白 命运并非完全由生效和出生月份决定 个人的努力和选择同样重要 因此 无论我们出生于何时何地 都应该积极面对生活 努力奋斗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成功 属兔人的贵人是谁 一 属狗人 属兔人的贵人为属狗人 属狗人大大咧咧 纯洁人意 会给属兔人带来正面的积极能量 会使属兔人的贵人 属兔人内心极为缺乏安全感 属狗人会理解这种心理 会给予狗人十足的安全感 让内心敏感多疑的属兔人特别的幸福 属狗人特别的忠贞 不会伴侣女朋友处兔人遇到困难时 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两枚插刀 属兔人能够与属狗人相处得特别的愉快 遇到问题时也能够得到帮助与支持 二 属羊人 属兔人的贵人为属羊人 属羊人的心态积极 与属狗人特别的相似 二者在一起会相处得特别的愉快 使天生的乐天派 做事也特别的积极 会促进彼此的发展 属羊人内心特别的冷静 预示不禁很镇定 属兔人在很多时候 都会展现出自己奇特的一面 有了属羊人在身边 会帮助自己冷静下来 仔细地去分析问题 属架人在很多时候都能调整好心态 让他们不要冲动行事 生活中二者会是特别好的搭档 相处在一起 事业发展得越来越理想 做到合作共赢 三 属猪人 属猪人也会成为属兔人的贵人 会拿出自己的真情实义 遇到属猪人以后 属猪人会特别的有福气 双方能够做到坦诚相待 相处起来轻松快乐 属猪人本身的运势起交 也愿意体现属兔人 属兔人遇到麻烦时 属兔人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毫不吝啬地发展出自己的资源 属兔人天性潇洒 适应能力较强 属兔人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 若是遇到属猪人会让人感到特别吉利 或是命中注定的贵人 四 属鼠人 属鼠人虽然表现单纯美好 但不会特别的聪明 容易被欺骗 若身边有属鼠人的亲人或者好友 这种事情可以完全去避免属兔人能够避开各种小人 在困境中能够成功脱险 属鼠人还会给予属鼠人很多的理财建议 实现巨大收获 属鼠人本身花钱大手大脚 缺乏理财经验 若与属鼠人长期接触在一起 观念也会发生积极的改变 属兔的带什么防小人最好 一 佩戴白水晶 属兔的人是可以佩戴白水晶 来起到防小人的作用的 白水晶作为一种天然的水晶 是具有很强的能量以及磁场的 属兔的人在佩戴白水晶的时候 是可以有犯小人的作用的 并且白水晶给人的感觉 是比较洁白无暇的 也比较的时候当做装饰品来进行佩戴 所以属兔的人是可以佩戴白水晶防小人 这个时候自己都是要注意的 二 佩戴桃木手串 属兔人防小人可以选择佩戴桃木手串 桃木手串一直以来会备受欢迎 有着强大的功效与作用 去洗化纱 倒是在外驱轨时 可以选择桃木剑 在桃木饰品的助力下 能够驱赶走四边的小人 化解磁场 小人根本不敢靠近 做事都会变得轻松容易一些 三 佩戴皮修 属兔人想防小人 可以选择佩戴皮修吊坠 皮修有孔吴刚门 是神话故事中的神兽 有着通天的本领 一方面能够推广财运 另一方面也能够提升个人气场 赶走身边的小人 在品修教授的助力下 身边的小人会莫名其妙地消散 对于对自己有影响的人而言 也会持缓和的态度 两个人在机缘巧合下 能够摒弃前嫌 成为好朋友 四 佩戴红绳 属兔人想要防小人 可以选择佩戴红绳手链 红绳是最熟悉的颜色 几乎随处可见 这个颜色红绳的助力下 贵人运势也会有所提升 小人也能越来越少 佩戴红绳以外 也可以身着红色鞋子 袜子 能够把小人踩在脚下 轻轻松松的就能化解危机 五 佩戴平安符 生肖属兔的人 整体看的话 运势还是很稳定的 但是属兔的人 为人比较软弱 有时候会被有心之人利用 会觉得你是那种软柿子 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容易有一些化人近身 若是想要化解小人运势的话 属兔的人可以佩戴平安符 佩戴平安符 化解周围的一切不利因素 化被动为主动 让小人没有下手的机会 求取平安符的时候 可以到寺庙里求取 六 佩戴本命佛 文殊菩萨为佛陀释迦牟尼的左邪士 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 他和释迦牟尼 普贤菩萨合称为华言三圣 文殊菩萨智能 便才第一 为众菩萨之手 是象征佛陀智能的菩萨 称大智 文殊菩萨又称法王子 为智慧之象征 身子金色 形如童子 五计观其相 形象有之如意之造型 也有右手持金刚宝剑表示智能之力 能斩群魔 断一切烦恼 左手持青莲花 花上有金刚波惹精卷宝 象征所具无上智慧 做其为一狮子表示智能威猛 文殊菩萨是大智慧的象征 能开发智慧 提高悟性 尤其能帮助小孩血液有成 观人福禄双增 上人增财增福 该本命佛能保留兔年出生的人 增加创造力 开发力 使您在竞争中战胜对手 使事业飞黄腾达 运势分析 只是一种参考 一切皆有可能 所谓的失败只是暂时没有成功 所谓的泪水只是在洗涤你的伤痛 让你更清醒的看清世界 读懂人生 所谓的逆境只是黎明前的一片黑暗 一切为了人生的后继勃发 曙光就在不远处 祝大家开心幸福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见